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网络我们聚在一起 主的爱尽管这个欲清厉害 但是不能把我们与主分开 主的爱还是把我们联系在一起 所以感谢主祝福我们这样的聚集 我们愿意每个人在我们的家里边 以我们的称颂赞美感谢来献给神 主为我们一起白饼的纪念 感谢主 我今天讲到信谢 是真行神的旨意 是蒙福之路第二部分 我们先有一点祷告 感谢主 亲爱的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我们是蒙福的一批子民 今天我们聚在你的面前 我们真的要称颂感谢赞美你 因为当今我们看到 真的这欲清是何等厉害 世事纷乱 但是你坐着为王 真的我们在等候你的再来 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聚在你的面前 我们看到在这个悖念 黑暗的时代 我们何等需要你自己化女的引领 真像以色列人在旷野 即使你自己的云柱火座带领一样 我们今天同样的 我可没你自己的化女 让我们在黑暗的时代 看到好像晨光已经来临 我们愿意跟随你 我们愿意跟从你的脚中 因为你是我们路上的光 是我们这些化女 是真的指引我们 所以今天主 也借着你自己的化女 给我们在这个行走的路上 有信心 有力量 让我们在地上活的时候 能讨你的喜悦 所以今天借着讲台 你自己要我们释放 你要我们得到的信心 让我们借着你自己化女 能够的供应 能够得着力量 得着信心 奔走前面的路 主你接近这个讲台 也祝福你自己的化女 让我们聚在你的面前 来敬拜你 称颂你 感谢主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亲爱的基督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今天讲的信息是 真行神的旨意 蒙福之路二 真行神的旨意是我们信徒 得救以后 神呼召我们要行的 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他不希望我们 在这条属灵的路上 造着自己的意思活 乃是造着他的心意来活 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旨意 是天堂里边的荣耀 在那里神的旨意是至高无上的 那里的天使圣徒们 是真行的 在真行神的旨意 这件事上面 祖耶稣是完全的 这也是他要道成 落身来到地上的目的 造着天父的旨意 完成十字架的旧书 也为了带领 和教导我们信徒 活着的第一个目标 就是要真行神的旨意 并且他告诉了我们 真行神的旨意 所得到的福分和允许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为什么得救以后 属灵的生命 没有随着得救的年岁 而一起征党 孩子留在吃奶的光景 常常软弱 流来河暗 荒凉的景况当中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 为着自己活 而不懂得 真行神的旨意 为神而活 一个愿意 并且爱慕 真行神旨意的人 必定会在真行的实际当中 找到神 和神同在的喜乐 平安 丰盛的祝福 和得到多结果子的力量 属灵的生命 因此而长进 为了使弟兄姊妹 能够明白 真行神旨意的重要 和从神的话语当中 得着真行神旨意的 福分和允许 所以我今天 在讲 真行神的旨意 蒙佛之路的二 上一次 我跟弟兄姊妹 交通了第一部分 讲到了真行神的旨意 是经天国的之路 真行神的旨意 是一条蒙神喜悦的路 真行神的旨意 也是一条 属灵生命长进之路 今天讲的第二部分 我讲的是 真行神的旨意 是与主耶稣基督 生命联合之路 我们先讲第一部分 真行神的旨意 实际上成为他家里的人 马太福音当中 耶稣亲自告诉我们 凡是真行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 主耶稣这句话 实际上是一个宣告 他告诉了我们 关于亲人家人的一个福音 好消息 他超越了一般人 对家人的传统的观念 启示了在神的天国里边 亲人不是血缘关系 乃是真行天父旨意的人 就成了耶稣的至亲家人 成了天父的儿子 马太福音当中 耶稣说 耶稣在对众人说话的时候 有人告诉耶稣 他的兄弟和弟兄来找 他的母亲和弟兄来找他 已经栽在门外了 他们听到了耶稣 热心做神的功 跟有权力的文士法利赛人 争论冲突 而离饭都过不上吃 甚至要颠簧了 所以他们为他担心 出于爱他的动机 藏都跋涉 从拿撒勒赶到了加白龙 想劝他回去休息 但是主的回答是 他们不解 不理解 他回答那人说 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了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他后来说了一句 凡真心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就是我的弟兄 姐妹和母亲了 在人看来 耶稣真是大非所问 不请人理 好像他不爱自己的同胞 手座和母亲 他拒绝了亲近关系 但是 这一个回答 就启示了一个真理 一个全新的真理 在他的心中 所地的关系 不是与所灵的关系 不能与所灵的关系相比 他忠于神的旨意 他为此而来 他曾经说过 神啊 我来了 为要真行你的旨意而行 所以 他完成 才他来的天父的旨意 做成他的功 是他的目标和使命 是高于一切的 他以此为做事的原则 和判断是非的标准 拦住这个使命的 即使是最亲爱的 血缘关系 同胞手足 他都拒绝 他知这门徒说这个话 他说看啊 他们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 他是站在天父 都生死的人质的地位 说这句话 因为这一般跟随他的人 在真行天父的旨意上 是他的同工 是他的同路人 他们和他 有同一个父 有同一个灵 同一个生命 同一个使命 他们与他的连结 是一个生命的连结 有着同一个源头 和性情 这个性情有着同一个特征 那个特征 就是他和他们活着 都是为了真行天父的旨意 所以就成了他的至亲家人 这一层因为真行神的旨意 当中而产生的生命关系 是成刀永远带进天国的 所以我们今天是耶稣 在天国里的兄弟姐妹和母亲 所以弟兄姊妹 真行神的旨意 这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情 耶稣说这一句话 不是意味着他没有亲情 他不爱他的家人和母亲 我们来看 当耶稣三十岁出来 做工的时候 在这之前 他是做魔匠 他在家里面和他的父亲 一起担当了他做长旨的职份 来赡养母亲和弟兄姊妹 在十二岁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在雨节的时候 随着家人到耶路撒冷去 参加殿 这个节日 在圣殿当中 他专心听教室的教导 比起一面一面问 以罪他忘了回家 三天以后 他的父母来到殿中 找到了他 母亲对他说 我儿 为什么要像我们这样行呢 你父亲看啊 你父亲和我伤心的来找你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我应当 应我的父的事为念吗 以父的事为念 就是以天父的旨意为念 以天上的事为念 胜过了地上的事 地上的亲情 天上的亲情 胜过了地上的亲情 这就是耶稣向我们展示的 对这句话的解释 和他做事的原则 玛利亚 是耶稣的生母 在所灵的关系上 也是耶稣的母亲 她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是耶稣 珍重和自爱的 玛利亚还是处女的时候 天使临到她说 告诉她要圣灵 使她怀孕 这对玛利亚来说 要承担多大的压力 未分先孕 这在当时的社会 看出是一个淫乱的罪 要用石头打死的 她不单要名誉扫地 忍受耻辱 而且要冒着 刚刚订婚了 已经订婚的 丈夫约瑟 要修取她的危险 误了她的终身 所以她害怕 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呢 但是 当她得知 这是神的旨意 她要生的是圣者 被称为神的儿子的时候 她就不顾自身的名誉 厉害 甚至于要被促使 就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造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进而她称颂神说 我的心真主伟大 我的灵 以神我的救助为乐 所以弟兄姐妹 玛利亚的圣福 争行了神的旨意 天父 使耶稣道成入圣的 这个计划得以成就 所以玛利亚是 耶稣的入圣母亲 同时有她的 同时是她的 属灵的母亲 以至于耶稣 在十四架上 最苦难 最痛苦的 生命的最后时刻 她爱她的母亲 把她托付给了 她的门徒 玉翰 她完全可以 不被这样的顾念 这样做 因为她有三个兄弟 和两个妹妹 他们可以担当去 担当 抚养母亲的责任 但是她放不下 她要轻视托付 她不托付 自己的 肉身的兄弟和姐妹 她想 索林的弟兄 玉翰说 她持着所爱的门徒 对她的母亲说 母亲 看你的儿子 又对着那门徒说 看你的母亲 从此那门徒去接她 到自己的家里去坐 耶稣不但教训 启示了我们这条真理 真心神的主意 就是我们的 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并且她亲自照着这样行了 目的 因为这一层关系 是带进天国的 我讲的第二个内容是 天国里面没有属地的关系 神的这句话 向我们启示了一个 更深的一层真理 天国里面 不能有天然的成分 血缘关系 不能带进天国 为什么 因为她与耶稣提出的 真心神的旨意 是相违背的 我们来思想 十二章当中 马太坟十二章当中 的经节 当她的母亲和弟兄们 来找她 她们是出于爱心 关怀 她们的动机是好的 但是要她回去休息 但是她们不知道 耶稣做工的动机和意义 拦阻了 主为天父做工的 这个行为 这与同一章里面 我们看到的 她的敌人 门士法利赛人 恨恶耶稣 反对 污蔑她 行义能赶鬼 说她是靠着鬼王 比希伯赶鬼 所以爱与恨 所发扯的果效 是一切同工的 是如此的相近 都是为了拦阻 她真行神的旨意 做成她的功 问题是 出于爱所造成的反对 要比仇敌公然的反对 更难对付 我们大家都有体会 都能看到 在信仰上 当我们有 所灵的上面的追求 和向服侍神的时候 基督徒会面临了很多 不信主的家人 亲人的不理解 而反对 或者阻扰 家庭就成了 信仰的产类 亲情的血缘关系 往往就成了 反对的试炼 所以主耶稣说 人的仇敌 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我来了 并不是叫地上太平 乃是叫地上动刀兵 血缘产生的 亲情关系 是靠不住的 就像一张 纸巾不作火的试炼 为了利益的冲突 就会成 往往成了敌人 尤其是在今天 道德败坏的 这个世代 我们看见 多少的同胞手足 为了财产的分割 而儿女与父母反目 同胞手足之间 对不公堂 反目成仇 当受到政治扑害 压迫的时候 身处危险的光景 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出发 而出卖了亲情 成为仇人 我见到文化大科当中 太多太多了 儿女与父母之机 夫妻之间 而且是手足之间 反目为成 是失控机怪的 所以血缘关系 是肉体的关系 是人性的败坏 充实其中 成为不圣节 这是所递的 无法是流到天上去的 但是今天 因着遵守我们神的旨意 而生发的基督的至亲关系 同胞手足 这是不同于血缘亲情的 完全是生死欲共 紧灭无间 自动到何的 因着天上的盼望 这一层关系 而轻看了地上的一切 像基督一样 当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 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当听神的还是听人的时候 门徒会像基督一样 以天赋的事为念 有多少的圣徒为了主殉道 拒绝了自己的妻子 儿女 家人 再说不谢 在教会史上 罗马皇帝尼路王的时候 迫害基督徒的时候 有一个刚生了儿子的年轻的母亲 是神的使女 他要上刑场 被烧死 但是要给他了一个选择 只要你不承认基督 你再悔改书上签字 就可以释放你 但是他的父亲 抱着刚刚出世的婴孩 扩扎来求他 叫他放弃 儿子失心立肺的 递扩 哪一个母亲 不爱自己的心头弱 弟兄姊妹 但是这位圣徒 宜然居然地放弃了 求生的机会 被活活地烧死 这个剧动 私人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它是对神的忠心 胜过了地上的亲情 因为主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生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天父 天上的父面前 也必不认他 也必不认他 这是肯定的 是这样的 所以 我们今天看到 有多少的圣徒 像这位死女一样 选择了天上丧好的福分 这就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学习了 这一个圣言的时候 我们对弟兄姊妹的 这个称呼 是否需要有一个 新的认知 有一个重新的思考 我们在教会当中 在任何的场合 我们当碰到弟兄姊妹的时候 都是称某某弟兄 某某姐妹 但是 你是否知道 我们父称弟兄姊妹 这是件何等 成圣荣耀的事情 以往我们认为 弟兄姊妹的名称来源 很简单 就像我们传封印的时候 也是这样传的 只要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你就承认就是 就相信耶稣 为你的救主 我们就是他的门徒 父为肢体 我们称弟兄姊妹 但是今天我们需要 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有一部分需要纠正 因为以前的认识不完全 在这里 耶稣告诉了我们 我们需成为 耶稣的弟兄姊妹 是跟他有关系 我们才彼此发生了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成了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不与耶稣 发生关系 我们就不能成为 弟兄姊妹的关系 而这与基督 发生关系的这个纽带 就是真行神的旨意 这是一个生命的连结 是一个属灵的联系 明白吗 弟兄姊妹 所以如果我们不争行 这个纽带就断了 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就断了 是我们自己没有关系 我跟你自己 也不能成为弟兄和姊妹 尽管我们父称为弟兄姊妹 但这仅仅是我们口头上的 制称 自以为是 将来主是不承认的 不承认的 所以我们这层关系 实际上是假的弟兄姊妹 这句话听起来很可怕 松人听闻好像 可是你不会 可能你不同意 但实际就是这样 你看 当我们没有真行神的旨意 有了主的命令 不去真行的时候 我们跟主的关系 生命关系就断结了 尽管我们靠着教会的崇拜 参加各项的活动聚集 我们祷告 向讨神的喜悦 落不真行 这些无效的外边的宗教活动 不能使我们跟神 发生一个生命的连结 所以教会的所谓的弟兄姊妹之间 就出现了问题 你看刘断 妒忌纷争 反目成仇 许多不顺神的东西 进入了教会 世界 像世界大凯罗等 四处的东西都会进来 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 变成了人际关系 这是何等可怕的事 所以主耶稣就不在其中 所以真行实行主的命令 是何等的重要 我们要实时地来到神的面前审查 我审查我们是否真行了神的旨意 我们之间是否跟神有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是不是配得上这个弟兄和姊妹的称号 如果没有 我们就到悔改 求神赦免 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回到祂的面前 第三个 我讲的这个恩言 是一句安慰的证言 是安慰证言 凡真行天父旨意的人 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是一句安慰证言 当主耶稣 自尊门徒说这句话的时候 他不单说出了他的肺腹之言 他也是说欲言 因为他看到了这群跟随他的人当中 在不久的将来有三次不认他 他在上司之下的时候 他们会像羊一羊 被截打分散 而披下他个人 他们会软弱会失败 所以他这句话 是预先吹落了他们心中的灵 是他们在戒难当中 详细他这句话会得到安慰 事实上也是这样成就了 就说他从死里复活 五星节圣灵降临 这般人的灵眼必打开了 他们看到了主再来到地上的真实意义 而住在父神的右边 神又给了他至高的荣耀 他们想起了主 亲自对他们说过的这句话 话中的能力是他们彼此联合 生死于共 胜过了许远的关系 他们为了完成主的使命 前扑后继 像主一样不惜自己的生命 主耶稣 也从这一群跟随他的 这般损灵的弟兄 姊妹身上得到了何等大的安慰 他知道神的国 是建立在这一帮 忠于神旨意的弟兄姐妹和母亲身上 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与使徒和前辈的圣徒 有着同样的地位 我们跟随主的道路上 会遇到一样的景况 所以这句恩言也给了我们极大的安慰和鼓励 能够成为我们力量和信心的源头 当我们跟随主的路上面 我们会软弱 我们会低倒 我们会多受患难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是为基督而活 为基督而受苦 是在补满基督患难的曲线 最终当我们想到这句恩言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是坐在神的心意当中 而重新站立起来 当我们在真行神的旨意当中 实行主的命令的时候 我们会经历十字架的苦难 我们会忍受舍己的痛苦 在这条树林的路上 要面临树林的征战 会比伤害 比拒绝 会比受迫害 会这样的误解 但是这句恩言 是我们得到安慰 成为我们的盼望 而轻看这些苦难 能安然地去面对这些苦难 但我们落落到 所灵帝国的时候 灵里枯见 好像在黑暗当中 在摸射的时候 这句恩言能把我们 狭碎的手 发碎的腿挺起来 在没有的指望当中 还有指望 好像在黑暗当中看到了曙光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有份将来天国里边 能够成为耶稣的至亲 他的弟兄和姊妹 我们要感谢主 给我们的这个福分 第四点 这句恩言是一个真理 亲爱弟兄姊妹 我们把这句恩言 如果带进我们的家庭当中 我们的父母之间 我们的儿女 兄弟之间 不仅是血缘的亲情 而是多了一层 主内的弟兄姊妹 这个属灵的关系 如果一个家庭 能够建立在真行神的旨意 照着主的话去活的话 家庭就能和谐 以爱彼此连接 大家都知道 一个家要为神喜悦 为神做见证 就遇到事 就能够可自能耐包容 个人在在个人的地位上尽赞 儿女尽孝心 父母能够真劳爱勇 不落儿女的气 而且从小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 这是何等美的事情 这句恩言 也是真实婚姻的基础 婚姻当中圣经说 信与不信远不相配 如果夫妻自己 不能在信仰上志同道合 就缺乱了理解和爱 就会常常有纠纷 夫妻自己常因为一方不信 而成为另一方信的拦阻和痛苦 如果双方在信仰上能够 富为自体彼此合一 属灵上共同的追求 在真行神的旨意上 彼此来扶持 一起服侍 这样常有神话女的滋润 爱的浇灌 当有分歧的时候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 求神光照我们 看到对方的长处 自己的短处 凡事要换位思考 就会产生包容和谅解 当我们分歧的时候 接着会神的交通 圣间我们就和解了 所以有神子一通行的婚姻 必定是天长地久 白头偕老的婚姻 是人炫目的 同样的 这个真理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我们在教会里边 我们在同事工作当中 包括我们走遍天下海角 因着志同道合的 伙伴的关系 都惦记于此 他们自去相同 对神的果要相同地看见 对神果的实现 要活乐的心 是随手之关系 是建立在于我们 不论你走到美国 你走到英国也好 走到非洲 亚洲 各个地方 只要你是基督徒 尽管我们属不相识 从来没见过 但是都是同胞至亲 都会有弟兄姊妹来相助 来患难 来患难于共 所以基督的教会 实际上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 乃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 我们不分国节 不分地区 都是同坐于一个天 同有一个天父 同说于基督 是他的弟兄姊妹 这是何等奇妙 伟大的恩典和荣耀 感谢主 第五个 这句恩言是 主与主合一的秘诀 主告诉我们 凡是真行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 主的恩言 如同一条散光一样 照进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御主的关系 是建筑在这个伟大的原则 真行天父的旨意上面 不只是一个盼望 或者我们祷告 他的旨意被成全而已 乃是要去真行他 要真行他 主耶稣告诉我们 就做天父旨意 这个行为 像一个成熟一样 把我们和主 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是我们成为 属天的同胞手足 不可分割 这是紧密的合一 是一个意志的合一 是我们的意志和主的旨意 和天父的旨意 合在一起 这种合一是生命的连接 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 也没有一种途径 能够比这更加紧密的联合 这就是主要告诉我们 与他联合的一个秘诀 就是正行天父的旨意 但是弟兄姊妹 我们是何等的愚昧啊 我们当中很多人一直在寻找 我们如何才能跟主耶稣 建立一个亲密的爱的关系 而成为他所爱的人 我们炫慕那些守灵的人 他们的祷告是这样的有能力 任何的情况 好的坏的情况当中 他们都能得着平安 得着喜乐 总是有神的同在 我们很炫慕 我们常常埋怨 体系我们 从来没经验过主的亲近 我们也试图 去做日心的侍奉 我们的灵修 我们的敬拜 能够通过这些活动 来摸到他 来捕捉他 我们也在问 如何才能得着他的 爱的去据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 主对我们离得这么的远 好像虚无缥缈 因为我们往往是 乐缺地在外边去寻找 但是都经过 这个恩典之门的时候 我们不甘进去 我们远门而过 这恩典之门 就是真行神的旨意 因为我们知道 神的旨意 耶稣的命令 圣经的话 都是一个属天的 一个关系 讲讲容易 做起来很难 我们要花代价 我们要弃绝自己 要绝对地对神胜负 十字架的苦 不是容易受的 要让我们失去地上 一切所地的东西 所以知道了 我们不敢去行 我们这事 却不耳辞 望美此刻 今天神的这段恩言 在呼召我们 不要愚弥而过 乃是一样的 推门进去 去经历 去看一看 当你推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 里边是 神充满了荣耀 耶稣的一切丰富 都在里边 耶稣对我们的呼召 对我们的命令 也在那里 而且看到神 给我们预备的恩典 是何等的丰富 而且他给我们的诸佛 是何等的大 弟兄姊妹 所以往往 我们喜欢用耳朵去听 用我们的眼睛去看 用我们的嘴巴去讲 但是我们 就是不喜欢 用我们的手脚去动 我们喜欢去听道 到处去听道 听得多了 我们有经历了 可以做评论员 讲这个不好 那个好 我们知道圣经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要看圣经 但是我们往往是 注意别人的行事伪人 来对照圣经 都没有 把我们自己 来对照圣经 我们喜欢用我们的口 来跟神交通 真的往往是 可若玄河 滔滔不见 迎经据点 说到那个圣经的 前后催租 不得别人的赞赏 自己安安窃喜 当然 听道都经 祷告交通 这些没有什么不好 这也是我们圣徒 应该追求的事情 但是围着去了一个洞 你要行动 要去遵守 听道的要行道 多经的要实践 要实行 而主耶稣 要求我们的 就是要我们去行 这是最主要的 他给我们的命令 是那样的明确 易懂 所以你听不明白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比如你们要彼此相爱 要彼此合一 你们要去传封音等等 诸为了鼓励我们去做 他在他发布的命令后边 总是跟着一个应许和祝福 只要你照着去做了 你就得着后边的祝福和允许 并且得着他的喜悦 是活在他的心意当中 如果你不做 甚至于你违背了他 你就活在他的正如指向 弟兄姐妹 以色列民 被接打 被分散 被灭过 他们所遭遇的苦难 难道不注意引起我们的境界吗 我们来看一看神的话 祂是命令后边加着祝福的 刚才我们看到这件应恩言 凡真行天父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 这句话主要讲的是真行 只要你去做 照着做 后边的运许就是 你成了我的自亲 这也是个恩典 就是恩典 第二个 我们看马太福音 凡取求的 就得着 寻找的就行见 扣门的就给你开门 这祈求 寻找 扣门 就是要你去做 后边让你得着 照你 让你行见 给你开门 这就是个应许和恩典 我们再来看一段 有了我命令 有真守的 这人是爱我的 爱我的 并蒙 我父爱他 我也要爱他 而且要向他显现 后边另一集经文当中 耶稣说 我们要与他同坐 看到吗 弟兄姊妹 我们拼命地在寻找神 但是主和天父 他亲自要向我们显现 让我们见到他 而且他要到我们那里去 与我们同住 像家人一样 这是何等 大的一个福分 这是我们跟他关系 是何等亲密 但是一个条件 就是你要去征守 我们看马太福音当中 登三宝训当中的八福 是耶稣亲口对门徒 这些天国的子民 宣告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这里很多八福 这里主说里面前面说的 你要虚心 要哀痛 温柔 即刻墨逸 连续人清新 世人和睦 未亦受逼迫 这八个 所添的品格 是要我们活出来 要征守的 后边的八个福 必定要领导 这是什么 天国是他们的 他们必得安慰 他必承受地图 必得宝庄 必蒙连续 必得见神 必成为神的儿子 你看到了吗 八福要临到我们 只要我们征守 但是这种族里面 特别用了一个非常重的事 就是必定 一定会这样给你 这就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所以这个例子 这些例子在圣经当中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当我们看到 神的子力去真行的时候 就是活在神的心意当中 他就会喜悦我们 而且爱我们 像他的家人一样 我们看一个例子 大卫是神喜悦的 神亲自为他做见证说 他是和我心意的人 因他凡事 真行我的旨意 大卫一直把神的心意 化为自己日常的生活 他没有自己的意思 他完全随时准备 来真行神的旨意 他对神的唯一的祈求 祷告 就是要神引导他 真行他的旨意 我们看诗篇143中 他说 求你指教我 真行你的旨意 他对耶和华说 求你指教我 真行你的旨意 在圣经当中 忠心真行神的旨意 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 像亚伯拉罕 约伯 雅各 保罗等等 我们不能在这里 一一地诉说 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就宣告 圣命 圣从 圣与献祭 他说 祭物和礼物 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喜欢的 你曾经给我预备了身体 神啊 我来了 为了照着你的旨意行 他真行了天父的旨意 把天父为他预备的身体 陷在十字架上来带死 他要让世人知道 他对天父所有的爱 是融合在对他旨意的通行里面 在科西马医院那里 他凝聚那些拘捕他受使的 那些恶党人 他曾经对使徒们说 但要叫世界知道 我爱父 并且父 怎样吩咐我 我就这样行 起来 我们走吧 他是把对主的所有爱 融合在对他旨意的通行上面 所以弟兄姊妹 祖告诉我们 真行天父旨意的力量的源头 就是他对父神的爱 所以弟兄姊妹 若我们对神们有更深的认识 和爱 对他的爱 我们就很难真行他的命令 必须要有爱而生发的信心 才是真行的动力 圣经告诉我们 人若说 我认识他 却不真行他的诫命 必须说谎话的 凡是真手主道的 爱神的心 在他里边实在是完全的 所以弟兄姊妹 真行实际上是个意志的问题 也就是说你愿不愿意的问题 当我们明白了基督和圣经 是何等高举这项真理的时候 我们也知道 真行他的话 能带下这么多的恩典和祝福 当我们若有两千年前 耶稣在十字架上 为了爱我们而牺牲的那一幕 还活化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就当在神的恩典中 尽我们的一份职论 我们对主的呼召应该有个回应 我们跟从他的脚中 像他那样 牺牲我们自己个人的意志 对主有个胜负的心 照着他的话去做 实际上这是对主的爱的一个行动 弟兄姊妹 若我们有了一个愿意 去遵守的愿望和意志的时候 这就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 接下来主会在我们里面做功 他会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 能增加我们的信心 引导我们进入他的质疑当中 而且他会用爱来鼓励我们 我举个例子 真像一个小孩 刚刚学会走路的小孩 他看到他的父亲笑病回来 他奔着过去 希望能帮父亲去拿东西 尽管他不能提 但是他手扶着 他父亲拿的这个口袋上面 他实际上不是在提赛 扶着这个手袋在走路 但是他这个行动 最是父亲心里满足和高兴 孩子他也很高兴 因为他进了恋 对吧 所以我们今天在真行神的旨意中 我们享受的福分 不仅是我们尽了本分是对的 而许是讨神喜悦而带来的平安和喜乐 我们在真行当中 神用他的话来提醒我们 来纠正我们 来鼓励我们 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弟兄之妹 在真行当中 我们会经历到神的同在 感受到神在背后 在托着我们 我们与神的关系 在真行中 会变得更加的真实 不是虚无缥缈的 我们的祷告 能够变得非常的现实 而且有了悔音 而且有了神的互动 因为主照着他的允许 毕竟成就在我们身上 他说 你们若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 你们凡所愿的 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 凡你们所求的 祈求就必给你们成就 所以 我们若像大卫一样 把神的话作为我们 每天的生活和追求 我们的生活就会必提升 会必改变 神的话会成为我们引路的光 矫正我们每个脚步 是我们能够行在神的圣意当中 心意当中 我们的人也会被改变 我们的脾气 从暴臭 足迹的比得温和起来 我们的骄傲 会在神的光照下面 能够自觉不配 无敌之容 而贬得谦卑了 我们以前说的话 我们做的事 走的路 在每天与神的相见当中 就得罪了神 心里有惧怕 而我们以后不敢再说 不敢再做 也不敢再走 弟兄姊妹 我们的生命就有了一个翻转 有了一个新生的样式 在真行当中 我们真正地认识得了 这是一条正路 体验到了神的话是 最大的有生命力和能力 弟兄姊妹 只要你去真行 你必定会享受到 真行的苦尽甘来 那种甘甜 那种满足 是世界上没有东西 可以比喻的 因着这个甘甜 它开启了我们属灵的胃口 会对神的话 饥渴慕你 也开启了我们 也得到了真正的圣经指门的钥匙 我们不知道怎么读圣经 但是今天因着我们真行 让我们知道 找到了这个开启的这个钥匙 渴望去心 在圣经当中 找到神和基督 要我们真行的每一条命令 并且去征守 这就是使我们走对了路 可以领受到 神接着一切话语 确实带给我们的祝福 弟兄姊妹 这是一条真行的道路 能够使我们真正地见到了主 我们与他的关系 可以从门徒 尽到了自交 就是朋友 然后尽到至亲 是他的弟兄姊妹和母亲 这是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 第六个 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件事情 主借着这段音语 因恩言 向我们启示了一条 这是一条最短的 最直接的到主面前来的寂静 就是借着真行他的命令 神的旨意 他与我们成立了 最亲密的 属灵的手足的关系 而他是我们 与神之间的中宝 他说我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借着我 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我们的天父 也承认了这一点 并且为他做见证说 这是我的爱词 你们要听他的 所以我们看到 神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正道 经天堂的道路 就是先真行神的旨意 来到神的面前 耶稣的面前 然后通过他 到天上的父亲那里去 这是唯一的一条正道 是唯一的路 但是人往往怕 进到神的面前 他们愿意 他们怕花代价 他们怕见耶稣 在耶稣以外 他们寻找寂静 走怀门邪道 所以在信仰上 也会有走后门的 你看看天主教 他们就走了 压耶稣至亲的后门 他们认为 求母亲 终必求儿子容易 根据惯例 儿子总是卖 母亲的面子 听母亲的 所以他们就 把玛利亚为圣母 高抬圣母 高于 高过了耶稣 他们觉得 使徒是耶稣的 至亲手卓 所以以使徒命命的 神保罗 神彼得的教会 应用而生 他们自己设立了教王 说神给他有 至高无上的 赦罪的权柄 所以他们是 向教王的 忏悔认罪 而不是来到 主的面前 在人和神的中间 他们用人 取代了耶稣 为中宝 今天同样的 我们在基督的教会当中 跟随人的 跟随人 跟随教会的领袖 而分门被论 像哥林多教会一样 他们崇拜人 跟随人 认为 他崇拜的一个人 他道讲得好 他精通圣经守灵 从心里佩服 到崇拜 他到哪里 就跟到哪里 那个人跌倒了 他也伤心 失望而跌倒 甚至有的是自杀 以前也发生过的事情 他们觉得了 没有希望 他跟随的人 如果在服事当中 不被教会所接纳 他就抱怨 打抱不平 为他张默 甚至要退出聚会 离开教会 这就给了 这个教会的封链 起到一个 推不作难的主用 给撒旦留了地步 所以这一类的信徒 他们是跟随人 都都忘了自己 是基督的门徒 要跟随的是主耶稣 所以这就是今天 基督徒世界当中 承载可悲的围解 如果我们当中 有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就要回到神的面前 悔改 使主的这句恩言 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弟兄姐妹 今天在摩世的时候 在这个悖虐的时代 确实是撒旦是非常猖狂 所以耶稣和使徒 一再地警戒我们 这个假先知 假基督都要出现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现在这个群母乱物 这是非常的猖獗 他们利用人的话 来代替神的话 而且他们是 就是攻击保罗 将保罗这些神兔们 所讲的话 使人的话 使照他的榜样去学 听他话 不能进天国 而且呢 这很多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注意 在摩世的后 我们真的要熟读圣经 要照着圣经的话做 只有你知道了圣经的真理 然后呢 避避这些邪灵的东西 我们需要在这个上面 在征战方面 我们要紧紧地抓住我们的主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真的是何等感恩 我们要照着神的命令 我们听到要行道 有了主的命令 我们需要征守 只有这样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讨神的喜悦 活在神的心意当中 但愿主这句恩言 就是凡是真行 我天父旨意的人 就成为我的弟兄 姐妹和我的母亲 能够一直在我们 所灵的道路上 给我们的鼓励 给我们的信心 让我们能一直跟随他 不偏左右 行在他的道中 弟兄姊妹 我今天的交通 就到这里就说 接下来有一点祷告 我们亲爱的天父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是何等蒙福的人 在这样模仿的时代 你紧然用自己的话语 一直来警醒我们 提醒我们 我们知道你来了 自得止境了 你需要我们的 在地上真的要照着 你的旨意来活 真心你的命令来活 而且要活出 你自己的心意 为你而活 不要照我们自己来活 但愿主 你给我们力量 尤其这句恩言 给我们的鼓励和盼望 让我们知道 我们在地上 照着你自己 画你活的时候 是活在你的心意当中 活在你的旨意当中 将来你在天上 在等候我们 因为你宁静我们 是你的弟兄姊妹 和你的母亲 但愿主 这句话 永远成为我们 走路的光 让成为力量的源头 和安慰 让我们跟随你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 我们需要你自己 画你的引领和指导 我们有个心 交在主的手中 但愿主 你在我们身上 能够成为 我们层里的见证 为你做光着眼 感谢主 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谢谢大家 谢谢我们的主 祢是我的光着193 001123 和灯笔 游也读是我的自助 你 监睛 也读是我的自助 尤其是我的自助 眼光央 了 次 翻 performed 成为天才2 作者 喜乐公义和自由 不变的爱 无限晨光平安 我心间心 为耶稣使我盼望 我生命与祂紧紧相连 和习起这恩典 都归我不是我 乃是基督在你灵魂 毕业随身 但我不会被丢弃 因我旧终 永远在我身边 我虽然若 仍欢欢喜喜望前 我的绝法 献出祂的大能 我心间心 我顾着必保护我 他领我 走过四年 我黑暗 我黑暗 要过去 我的身 不是我 那世纪 都在你灵魂 你灵魂 有只怕 我只我已被赦免 前途光明 罪债已尽附近 耶稣 耶稣流血 受苦疼为我救赎 此地复活 完全成了恩 我心间心 我醉已完全解决 耶稣 耶稣是我永远的遮蔽 我所念以后 我自由不是我 还是基督在你 一切生存 我要跟随主耶稣 他已领寻 令我走到天家 日复一日 我借他在待遍物 直至那日 欢喜到高昨前 我心间心 为耶稣使我盼望 却荣耀 一切都会给他 当报完所有路 我要成 不是我 爱是基督在你 我心间心 我心间心 为耶稣使我盼望 只荣耀一切都归给他 当跑满所有路 我要唱不是我 那是基督在里面 当跑满所有路 我要唱不是我 那是基督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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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 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 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 我们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心里作难 却不致失望 遭逼迫 却不被丢弃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 使耶稣的生 也显明在我们身上 格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